台中是一名女子凌晨四点多下班走在路上 被一名男子停车搭讪 女子不予理会 没想到这名男子竟然就用电缆线攻击女子 同时把她的皮包给抢走 警方根据路口的监视器画面 在16小时之内就逮捕嫌犯 这台 黑色这台啊 嫌犯凌晨开车在路上闲逛 发现灵性女子边走边讲电话 她随后就把车子绕回来向女子搭讪 开自己的车子 下车先是跟她搭讪 被害人不予理会 嫌犯当时看到女子酒醉落单 心生歹念 于是下车假借邀约被害人上车出游兜风 结果遭到拒绝 嫌犯这时突然从背后抽出比手背还粗的电缆线 朝被害人后脑勺袭击 并且抢走被害人随身的包包 将里头的一万三千元花用带尽 还将证件丢弃在路边 那歹徒就拿黑色塑胶的棍棒 朝她的颈部跟背部 跟她攻击 她的脖子跟背部 还有淤青 被害人惊魂未定向警方报案 警方根据线索 16个小时内就抓到人 嫌犯盗案时 还共称是遭到灵体附身 忘记行凶的过程 承办员警不禁大骂嫌犯 实在太没良心 这些都没良心 感谢可怨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